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教授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国共产党前亚大学主席方恩格Ross好 大家好 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大哥好 各位大家好 好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两岸之间 有外界形容这几天正在经历第四次台海危机 佩洛西走了中共解放军的军演来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 在8月3号访台离开之后的隔天 解放军从4号中午就开始展开军演 一连举行这个三天啊 军演的第一天4号 解放军朝台湾的东北西南 还有东部的周边海域 发射了11枚东风弹道飞弹 而第二天5号呢 也有68架军机 13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演习 甚至传出有越过海峡中线的活动 那么蔡英文总统呢 在中共军演的第一天 发表谈话指出 大陆这种刻意持续升高军事威胁的作为 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 支持民主台湾 共同遏制片面而不理性的军事行动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带大家来看 是在军演的第三天 4P7架4无人机进到了金门上空 国军呢 则是射击信号弹来回应 好 我先请教一下 现场的四位来宾 如果我们说两岸现在的危机热度 0到100请问现在是几度 蔡老师写60度 委员50度 Russ 100度 50度 100度 沸腾了 Peace sign 所以还没真的开战 所以特别写进去一个Peace sign 对 是因为要抢八言吗 但是如果再加的话真的是开战了 真的 如果是下一步就真的是开战了 所以你觉得很危险 当然很危险 好 我进去要请教委员 因为委员写的是50度 表示说当然还有空间 不过这两天有一个说法是 解放军这次军演 其实就是在演练 未来两岸一旦发生战事 武统台湾时的寓座模拟 甚至不排除要游训转战 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您怎么看 对 可是基本上就是洋模 它就公开的 而且提前告诉你 是哪几天 真的要开战是没有日期的 他不会先讲的 而且随时发生 那也不会让你有发言的机会 那本节目也没有办法开播 所以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要 秀给台湾看 就是说战争是真的有可能发生 然后也秀给美国 因为他秀出一些 他这十几年来发展的军武 也要秀他的实力 那希望美国能够重新来 评估一下美中在台湾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 不过就算开战 我们还是要服务观众 因为还是要提供及时的分析 那摄影师也都要到这样 大家都得共同面对 可能改成电脑直播比较快 是啊 不过最近这个气氛真的是 这两天很紧张 那我继续请教委员 就是说台湾方面你看到 除了我们的领导人 蔡英文总统 呼吁国际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 你怎么看政府部门 还包括像国防部门 这些因应 我觉得国防部应该 讯息应该即时发布 事实上这一次日本先发布 飞越台湾岭 应该不能说岭空 应该说大气沉上 那日本就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网站 他都是即时发布 那我们事实上也有相似的讯息 可是我们并没有发布 我觉得这个会引起一些联想 那这个需要建立制度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比较日本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很多应对措施 恐怕是真的被挑战 因为这次特别有被拿出来讨论的 就是说总统身为三军统帅 在这个我们觉得是关键时刻 至少是两岸的TENSE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紧张的局势有升高 可是总统的应对 包括他的活动的安排 当然今天最新的是说他就是作证 他的活动 如果你讲的是第一天 是是是 事实上第二天他大概就跟进了 可是我讲的是那个具体的 军事的因应措施 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2019年总统曾经指示 说只要跨越中线 就要第一时间紧急驱离 强势驱离 强势驱离 那这次的68架你怎么处理 这就是我们有关的那个军事的应应措施 这是恐怕是真的面对挑战 而且这是他所有的演习区都是跨中线 对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应用过这样的模式 而且不只是跨中线 这次这个飞弹还经过上空 对 这个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 日本防卫省 根据他们的这个讯息是指出说 解放军在4号所发射出来的 11枚东风导弹 其中有4枚是飞越了台湾本岛的上空 那么北京国防大学战略学的这个教授 叫孟祥青 他就证实 没错4枚是穿越了台湾的爱国者飞弹 密集部署的像万里星殿南港的空域 有民众也质疑说 为什么没有发布这个警报 飞弹警报 平常连地震的时候都会发布警报 这个这一点怎么看呢 金哥 我想这个国防部已经提出这个 蛮完整的这个就是指示 但是大家矛头也不要全部都指向国防部 因为要发布发布新闻 也不是国防部所能做主的 通常在之前应该理论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睁开 理论上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其实有足够的时间 但是可能国家的高层都忙着去送Pelosi 所以呢没有这个就是Pelosi的行程 所以大家都在陪 然后也没有人真正想到 这个万一他离开之后 面对的演习是如何 那通常他会有下了一些指导的原则 就是第一媒体这个 发放的指导原则 以及公众沟通的指导原则 军事应对的指导原则 应该都有很多这些 因为我就这样问 您的个人意见 您觉得应该发布还是不应该 我尊重这个国家最后的结果 我不需要讲 因为我也是这个很快的 第一我曾经在这个国军中服务过 但是离开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们当退伍军人的时候 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指寻道士 他发有发的道理 然后不发有不发的原因 但我只是觉得国家安全体制 在之前的时候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相关的幕僚没有起草 就是说这些指导的原则 万一碰到这个你要这样 万一碰到那样是这样 这就是96危机跟现在当前差别最大 96危机的时候有18套剧本 那每一个要怎么做 碰到这个你要这样 碰到这个你要这样 现在的国家的执政团队 是一团乱 我们现在有几套剧本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话 我可能要把你灭口 假如跟你讲的话 但是我就算知道我也会讲不知道 可是你越中线 这个是几乎可以预期的 而且不但是这个可以预期的 我们今天讲一个 讲一个不客气的话 今天这个导弹越过台 就是说台湾的上空 你要想到 这个1980年5月18号 中国大陆 这个打了这个东风5号的洲际飞弹 是从西北的发射阵地打到南太平洋 那个途径 就已经是在台湾的周边的上空 所以在这种奇迹之下 这个就是弹道飞弹 无论是洲际弹道飞弹 或者是战区弹道飞弹 越过这个就是台湾的上空 这是可预期的事情 不管是空军也好 或是海军也好 其实像这两天也看到 我们的这个船舰 跟大陆的船舰 其实是非常近的 那您当过舰长 可以告诉我们 在第一线的时候 你们在船上 船舰上面你们的指挥 比如说从这个最高的指挥部 给你们下达的指令 还有你在舰上是如何 如何去做这样的指挥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对于这些 所有在真正的指挥 有两种部分 一种叫做命令 一种叫指令 指令就是左转右转 那就是很简单 绝对不会搞错 命令是有一些 要弹性跟自我解释的空间 但是通常就是高阶的领导 就是在军团以上的话 这个身为就是下指导 指导通常就是框 我希望达成什么 哪些事情你绝对不能做 哪些事情是你绝对要做 剩下你在当前 你知道不要样样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付钱 给你啊 让你当指挥官 你自己要决定 那你怎么判断对方的来意 就是 所以有些东西 有些决策 要靠你自己来做 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叫做这个 在美军叫做 Mission Oriented Command 但是啊这个叫做 德国啊 在原自普鲁斯的 Strategic 在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有很多决心 你要不要当场去啊 就是下决心 有很多东西 你必须靠自己的判断 但是随着状况 在那边提升 它对于啊 这个前线关闭的约束 或者说是 这个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飞机要起别之前 有任务提示 任务提示 就会做得很详细 仔细让你要再 告诉你相关的规定 去讲一遍 但是啊 所有这些东西啊 都是理想状况 到时候 最后打的手忙脚乱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 打起战争上啊 谁能够啊 不手忙脚乱 谁就会赢 今天我问一下 昨天看到 陈弓箭 跟对方对峙 是啊 那个我们陈弓箭 是不是进入对方的演习区 我不知道 看不出来是不是 海都长得蛮像的 但是我只是跟你讲 有那张照片啊 讲说 只能让我证明啊 还有今天还有一张 就是从解放军那边 照到我们的 这就是诺克斯级的 从这两张照片 我只能讲说 这个对于台湾而言啊 中华民国国军啊 这个尤其是中华民国海军啊 绝对可以挺起胸膛啊 这个来面对国人 绝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但是呢 我们也不希望啊 真正的接战起来 我必须很伤感的讲 今天是8月6号 我们曾经在8月6号海上冲突 吃过败仗 这个任何一个战争啊 之后带来了 都是很多伤感的回忆 那所以到这个星期 我想 我认为啊 大陆也是希望是武贺 他也不希望真正插枪走火 所以呢 我今天讲说这个两个碗啊 是糠在一起才会想 所以我们这边要自治 我在这边也会要呼吁 共军那边也要就是要自治 大家冷静 对 对 大家都是为啊 这高层的政治在服务 但是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 就是说 双方大家都要摆出支弹 对 所以在这边而言 就 就照相的效果而言 我相信大家对各自的老板 都应该有个交代了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Ross 因为这一次佩洛西走了以后 其实呢 引发解放军大动作的军演之外 当然也对中美关系 投下一个 大家说震撼蛋 大陆外交部已经宣布了 针对佩洛西呢 除了个人还有他的直系亲属 做制裁以外 另外有一些反制措施 三取消五暂停 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的领导通话 中美两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工作会晤 也取消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 磋商机制的会议 还有五个暂停呢 打卸暂停 中美非法移民的遣返合作暂停 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暂停 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暂停 还有包括中美禁毒 中美气候变化的商谈 这八项的反制措施 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看法 而且当然这个也有分析是说 其实这样的反制措施 会影响到美国 但也会影响到中国 观众朋友都知道 我常常在节目 批评拜登政府 还有民主党实行外交政策的时候 他们爱开会 所以当然他们会很伤心 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中国大陆去开会 不管是在美国或在北京 现在都是线上开会 他们真的很喜欢开会 譬如说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沙皇 John Kerry 对不对 前参议员 前国务卿 那现在没办法跟中国大陆 讨论气候变迁政策 那是第八项 那真的会很难过 但是实际上这些 我觉得这些外交部 就中国外交部 宣布的这些措施 某个程度上意义不大了 因为这些军事合作平台 我们都知道会 开会的时候 中国讲它的立场 美国讲它的立场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八项反制措施的影响 对美国来讲不大 我觉得对双方不大 那跨国省事合作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是国内 美国国内一个案件 或中国大陆国内一个案件 那单位比较好 你可以拿到国外的一些证据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 你就继续检察官相关单位 那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而且其实这方面的合作 已经不是很密切 尤其是从反送中抗议之后 美国是主动取消 要跟香港类似的合作 所以从那个时候 大陆 不管大陆香港 跟美国这方面的合作 其实几乎是已经是零 那非法移民 如果美国 大部分是在美国抓的 中国非法 不是在中国抓的 非法美国人比较少 那美国抓到 其实在美国非法移民的中国人 就把他们放在船上 然后把他们放在船上 所以其实不需要很大的合作 你把他们送到机枪 身份没有辨明 他不接收的 是啊 对啊 这是中国的问题 真的不是美国的问题 不是 因为你没有接触过 遣返的工作 遣返真的是在送上飞机之前 他要确认 那边拿到同意 确认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他才上来 好今天我们请蔡老师 特别也帮我们看一下 对不起 我这边要提醒一下 大家解读这个中文要注意 那不是永久取消 那表示说 这有一个很快要开的会 而这一次取消 我认为解读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并不是永久了 他是暂时了 他也就是三个 跟会晤跟会议 是说现在这个 这一把 取消 就先按pause 对而不是永久 这两者差别很大 其他的正在是 零零碎碎的 经常密集性的接触 他用暂停 我们解读的时候 要很小心 好 这个蔡老师我想请您 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次这个解放军 发射东风导弹 日本也是高度关注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的防卫省 他们在四号晚间 他发布消息说 这个发射的导弹当中 那么有四枚 刚刚讲说是 飞过了台北的上空 但是呢 其实有五枚 这个飞弹是调到了 这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蔡老师 我想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次这个解放军 发射东风导弹 日本也是高度关注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的防卫省 他们在四号晚间 他发布消息说 这个发射的导弹当中 那么有四枚 刚刚讲说是飞过了台北的上空 但是呢 其实有五枚 这个飞弹是调到了这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我先想请教蔡老师的是说 因为我们曾经支架 就是说日本曾经安倍那个时候 有说这个日本曾经说 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 所以这是日本的态度 你的观察是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东风这个名词 那东风名词 这我个人猜的 应该是来治疑诸葛孔明 他以前可能有句话叫做万事俱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所以这个东风可能是在那边 但是我小时候就想说 诸葛孔明他是最聪明 我们的教科书这么写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 诸葛孔明最后是吃败障的 那为什么吃败障的话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的主人的关系 第二个是因为他年纪的 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东风为什么会来呢 那这会就跑到日本这一块里面来了 那因为这一次的话 倒到日本的EEZ 就是我们想专属经济区的话 日本就要排他经济水域 为什么会掉进去 当然他一定不是误设嘛 他一定是告诉日本说 我就是有办法会射掉里面去 可是这第一次射进去之后 代表日本什么样一个反应 他终于来了 那这个终于来的话等于是说 我们日本他战后就是 维持一个叫做专守防卫嘛 他一直想要去突破这个专守防卫 那你非但设进来之后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一个防卫省 防卫省就有办法去跟他的国民说 我占了GDP要升到2% 作为一个防卫费 他就有办法去解释了 所以等于是给日本抓到一个着力点 有助于提高他们本来想要推动的 国防预算要增加的 对吧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 过去来讲的话会射进去大部分都是北韩 那北韩的话他这一两年还是蛮自制的 2017年我记得那时候北韩有发射 然后日本有发布警报 对 这件事情 对他们叫做J Alert 那J Alert的话有点像我们的应该说像地震 我们手机突然会响 或是说我们的防空警报的时候 我们会 这个他们也会有 他们会去公布呢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次的话是往西南珠岛去射了 那我们用一个照片来给各位做一个解释 这是日本招致电视台的 那他就会看到海上保安厅 就会传来一个传针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什么时代的怎么会有一个Fox 这种东西 他们就喜欢这种东西 传针 就是传针过来了 那传针过来的话 就会看到所谓的云纳国岛就跑出来了 那云纳国岛跑出来的话 当然的话他就会去问他们说 这个是不是经常有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没有 这是第一次 那这个第一次的话 那我们就会 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事实上它后面叫做日美同盟有事 那我们台湾的话 一般来讲叫美日同盟有事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应该讲日美同盟有事 他是会把日本放在前面 等于是说 我们台湾可能还有一个误解 以为说日本可能会很 怎么讲 就白白去帮我们 他们并不是这样子 他是说台湾如果有事情的话 日本会被卷进来 就好像这一次里面一样 你那个飞弹射进去 等于是他被卷进来 那一被卷进来之后的话 那日美同盟就会被卷进来 所以这一次射进去的话 就回到刚刚有一个很好奇 东风这个名词 应该是来自于诸葛孔明 可是诸葛孔明最后是持败仗的 那我们再从这100多年的历史来看的话 那这100多年来的一个行为模式去看的话 等于是给日本一个机会 它去跳脱专属防卫的一个动力 好 这次有媒体也形容说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那第三次大家就熟悉的是 1996年中共在台海试射飞弹那一次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叫傅泰林 那么比较了两次 这是96年的 这是2022年 就是今年最近这两天的 那么比较两次飞弹危机的范围 这一次高雄外海 而且离高雄非常的近 最近离高雄港是距离20公里 1996年危机当时负责制定应变计划的 一位战略专家张荣峰 大家也熟悉 他是表示说96年的时候 对岸的飞机是没有越过海峡中线的 飞弹也是设在外海 但这次军事演习 明显已经侵犯到 代表台湾的领空跟海域 代表对岸的军事力量 跟当时完全不同 1996年跟2022年 现在时空背景 当然大不相同 两次飞弹危机 怎么比较 委员您觉得 这个差多了啦 当然不止对方军力 而且还包括军情的收集 96年还爆发那个 游连坤事件大家都知道 事实上他不是只有讲空包弹 事实上还包括他拿到了 561的作战计划 是 那我们拿到之后 就立刻交给美国 所以美国才派两个航母过来 所以整个他演习的步骤 我们都知道 那你认为我们这次知道 他会有这个中线 跨越中线六个区的演习吗 如果我们事先知道 我们可以让佩洛西来吗 陈如刚才那个蔡老师所讲的东风 他认为是跟诸俄孔明有关 其实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那个东风 对啊 从毛泽东那个用词而来 所以我们也知道 到底有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它的原忧就是什么 我是觉得 这个 假如我们对于我们的对手 不能价值中立的去分析 这终有一天都是自我欺盟 不过靖哥啊 这是那个中共那个东部战区 为了要确保他的语言美国看懂 他有特别讲 说这个东海的那个射击是 实弹射击加区域巨子 他把这四个字加进去了 这个东西我就讲说 他们也有一批人专门去学 他们美国因为以前的所谓的文宣 或者说新闻官 现在的名词叫做战略沟通 所以他特别要用 就是说对方了解的管道 以及对方了解的语惠 就是这个东西加个扩核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日本方面这一次针对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飞弹落入他们的专属经济 海域这个事情 那个防卫大臣岸信夫 已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也透出透过这个外交管道 那表达抗议 那刚才讲说日本余纳国岛 是在日本的最西端 跟台湾大概只有110公里的距离 解放军的动作 你会怎么解读 解放军的动作就是告诉日本说 我有一天如果说攻打台湾的时候 你不要过来 可是这个对日本而言的话 他们也会去做一个分析 他们也是很 应该说蛮客观的分析 我们用他们两个分析data 来去给各位专重做一个解释 这是美国的 Rose可能不要还说西 因为他是美国人 你是真的美国人吗 OK 我们就会看 独假包换 因为1999年的时候跟2021年 这是他们的一个分析点 就是军力的话确实有一个偏差 偏到美国的力量在我们这边的话 确实有小了 那小的话日本可能要去补这一个空间 那我们再看一下2022年就是刚出来的防卫百数 防卫百数在2022年之前 2021年跟现在是一样的 但是2020年的时候 会把台湾放在中国里面 但是到这一次的话 他会把台湾放在美国跟中国的里面 所以我们台湾等于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个竞争 变成是一个舞台 而且他会强到所谓的军力的一个平衡点 那这军力平衡点的话 日本他们就会解除了 中国大陆他已经有力量可以射到这里来 那既然射到这里来的话 那我们再来要做所谓的反击能力 他们一直在讲叫敌机力攻击能力 最近统一叫做反击能力 那反击能力的话他们要怎么去做 因为我们刚刚跟各位观众解释 战后他们是遵守一个叫做专守防卫 那这个专守防卫的话 你已经打到这边来了 你也实力在这边 那我怎么样去做一个反击呢 等于是说他用这个去做 那做的话大概我们会看到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飞弹 他可能会再加强他的飞弹的研发 然后挂上飞机 可以直接射到大陆的一个基地里面 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解读 所以他就是警告日本说 其实我是可以打得到这个区域的 那你不要轻举妄动 是这样子吗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里头 那个后续的效益 因为刚才蔡老师把2022年的 防卫白笔书拿出来 我想要提醒一下 今年的1月 就已经这个 现在的政府安全文件 其实就已经提出来 他要修订有关安保战略 然后安保战略之后 这个防御大纲 也就是为期十年的 还有后续的 就为期五年的中期防 都要在这个2023年要出来 所以这一次的整个情势的变化 如何能够显示 而显现在2023年预计要完成的就是 这个在2018年去修的这个防卫大纲 以及当时这个2013年所修的这个 就是安全保障 这个就是整个白笔书 我认为这个是蛮一个重要区 明年要到修 对 不是 今年已经开始大修 明年年初要出来 对 而这个时候发生这个 里头的内容就会有很大的变动 所以我认为 这个其实也是 什么事情都凑在一起 那我也觉得到时候 我认为各方都应该好好去读一下 这两份文件 我现在就是看到 除了军事上面的战争 当然现在大家也就 最近这两天还关注的 就是除了实体战争之外 还有包括虚拟 我尽力不要请教这个RAS 而且不只是在虚拟网路上面 同时在经济上面 外交上面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反制的作为 那台湾如果一旦陷入战争的话 就会面临到像是 能源 经济 资讯 这些非实体形式的弱点 那特别在能源方面 因为台湾是高度 依赖能源进口的 所以有一位经济学家 叫做Mark Williams 他说台湾在粮食方面 几乎是可以自给自足 但台湾最薄弱的环节 就是在能源 他就特别指出了 天然气 这个天然气 台湾天然气的除槽周转天数 全年平均13天 远低于韩国的53天 中国大陆是51天 日本36天 那除了实体的军事威胁之外 我想请教RAS 就是说面对能源资讯 包括这两天 你看资安 大家也在讨论 经济这些方式 台湾准备好了吗 你觉得 我不同意这个学者 某一些说法 尤其是在粮食 台湾可以自助 对 或许是因为我太调食 我都吃比较 你吃素 吃很多进口的东西 不知道 我喜欢精品 可能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 台湾在粮食可以自助 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也是一来进口 能源也是一来进口 那经济是一来出口 我猜将来几个礼拜几月 我们会看到 美国跟台湾有很多 就是双边对话 讨论这些相关议题 那会不会有具体的措施 我不太乐观 但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讨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欢迎全世界 继续讨论 好 不过看到这次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他访台造成 东亚地缘的紧张急速升高 他离开之后的下一站是韩国 然后但是没有见到 这个韩国的总统影席月 他们是透过视讯见面的 韩国之后是日本 佩洛西呢 在5号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用早餐会的行事 双方见面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美日双方也表示呢 将会持续合作 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跟安定 岸田文雄则是要求中国大陆 立刻停止军演 不过在同一天呢也看到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所举行的 东南亚国协的外长会议 当日本的外务大臣林方正 在发表演说的时候 大陆外长王毅跟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两人都当场离席 所以请教蔡老师 因为今年正好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然后中日建交的50周年 面对现在突如其来最新的局势变化 岸田文雄您觉得他会如何处理目前的状态 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字眼 叫正常化 以前我也是弄不懂 到现在不一定很确认 一般来讲就是建交 那为什么叫做正常化 可能就是说1972年之间 它并不是他们那样一个正常 至于岸田文雄的话 外界对它一个概念可能看起来就是柔柔弱弱的 可能对中国会比较温和一点点 当然日本或是有些人会说 所谓的过去到现在是用正经分离 去跟大陆来一个交往 那我个人 岸田文雄不管它怎么样去正经分离 应该是要把外交安全保障 跟所谓的应该其他东西切割来看会比较好 在安全保障这一块是不会变的 那既然不会变的话 刚刚主持人问一个问题 现在台湾的两岸的关系是几度 为什么写个60度 60度的原因就是59是不及格 60就可以到100 只要进600就定到另外一个阶段里面 所以岸田文雄对于中国的话 你已经进到60了 那60会冲到70 80 90 到底哪里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岸田文雄他们这一次来讲 会有一个 为什么王毅外交部长会那么生气 你这个G7所谓联合声明 那G7联合声明的话 他们叫共同声明已经写了这么百 所以他才会离席 他说我不跟你们临方证 日本也残一咖 对 所以日本已经被归列在G7这个集团里面 可是事实上本来日本 他就一直以G7作为一个主体了 那作为一个主体的话 岸田文雄的话 他可能在应该说8月10日的时候 他们要做那个改组了 那个改组的话 这一次临方证应该会留下来 所以在外交上面来讲的话 大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可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 因为那个岸信夫 他身体真的不是很好 他个人的身体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这一次应该就会下台一举功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 下一个防卫大臣是谁 目前有看不到 付出台面的是谁吗 现在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如果我个人的话 我可能当然会期待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 如果他的话 他可能会很… 如果是他的话 他会怎么样呢 他的话可能下次又有节目可以上 哇 OK 我刚刚替蔡老师讲 我个人以为他已经接到电话了 但是那个才是重点 下一位是不是对台湾这个议题 那么有兴趣 甚至自己对台湾有那么大的感情 没错 没错 可是这个我可能会有意见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 外交跟安全保障绝对要切割来看 我们台湾大部分都讲政经分离 政治都等于是所谓的外交跟安全保障 都放在一块 日本在安全保障的话 绝对是很冷静去对待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智的 对 因为当然希望现在大家都能够守住那个理智线 不要让理智线断裂 不过Ross我继续请教你 北京国防大学战略学一位教授 孟祥卿这位将军 他表示 这次解放军选择六个区域进行飞弹试射 是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包围了台湾 还能够拒止外部势力的干涉 其中位在台湾海峡最狭窄的部分 其他区域则是分别用来封锁主要的港口 或者是攻击台湾的三个主要的军事基地 当然还有一个面向台湾南部 形成一个关门打狗的一个态势 好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分析说 美国除非是愿意冒着核子战争风险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否则对于中共对台湾的海空封锁 恐怕是难有作为 这国家利益杂志的分析 第一个先请教你怎么看 另外从这一次他们认为说 美国除非是真的愿意冒着风险 否则是很难突破中共对于台湾的封锁 这件事情你觉得成立吗 目前来看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显示到一个 算是美国政治的问题 因为川普只有执政一个任期 就换一批人 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国防部 国安会都换人了 那就是因为政党问题 所以很多政事和想法没有延续性 这是一个好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看目前国防高层 美国的大部分是欧洲比较熟悉 或中东比较熟悉 毕竟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仗 那么多年了 但是真正在东方有相关经验 是会到美国的高层 国安国防高层 其实这个是已经很多年美国的问题 甚至在欧巴马任期或小布希的任期 Fast forward now 现在2022年拜登执政的时候 不管是国防部长或Mili 我们这个常谋长 其实很多人他们的career 都是划在另外一个地区 不管是中东 非洲 欧洲 所以真的很难熟悉 所以像这个国家利益分析 这么strategic的 operational这些小细节 我是怕我们目前 美国很多高层也不熟悉 美国其实也不愿意正面的跟中国发生冲突 尤其是军事上面的 不过这次的飞弹军演 我进一步请教靖哥 凸显出的另外一个议题是 日本跟菲律宾这些邻国 对于确保台湾的重要性如何呢 那面对这次飞弹 试试干扰到整个台湾外围的空中航线 我们看到航班取消了非常的多 那我们的台湾的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民航局会跟日本 还有菲律宾协调替代的空中航道 不过这次的安排 主要是针对像民生 经济方面 那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有一天台真的发生了冲突 是军事上的 日本跟菲律宾 会像这次一样愿意借到吗 我想首先我要讲一下 我不是要交王国才的冷水 真正要去找到替代航路的是航空业者 航空业者要重新去拟定飞行计划 然后要计算成本 而不是说是任何航政的主管机关 而且不是跟日本跟菲律宾去协调 而是跟相邻的 非航情报局之间的业务协调 整个闲界 因为你今天说我要借条这条路 人家那个路要有空闲 而且也不会影响人家飞安 而且民航业者要计算成本 所以这里头 我觉得交通部长 交通部的市长王国才去讲这个话 不是讲得很精准 因为真正的实际上航空业者 就是运作不是这个样子在进行的 但是刚才孟祥青所讲的那个 讲说这个六个区域各有他战略利益 我倒是要讲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是外航话 怎么说 因为海上的操演区 未见的就是未来的交战区 我只要去拿一个很简单的历史 这个以前在二十世纪炸弹的时候 日本整个的帝国的舰队 它就是说海上远程的操演 是比斯马尔群岛 都在那边 年年在那边操演 你去看看所有实际上发生的海战 珍珠港 这个瓜达康奈尔 或者说是中途岛 或者塞班岛 或者一路这样下来 没有一个是当年帝国舰队的实际的操演区 而且我们在战史之中也是很残酷的 西里芬计划 齐哥飞防线 这个马其诺防线 大西洋长城 所有事先在那边准备的地方 跟真正的交锋也没有关系 这个北海的道格丹海战 日泽兰海战 也从来在那个地方从来不止操演区 所以这个孟祥卿将军 基本上这个是按照这个路战的思维 也要去在那边去推演这个东西 海战的思维是 敌人的船在哪才会在那边交锋 而不是去守一个海域或空域 那个是没有意义 那不是一个海战的思维 所以我是觉得 你这个看到穿绿色衣服的人 出来要评论海战的时候 要很小心 我要不重说明 就是关于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外交部有发一个声明 但是一定是会让台湾的美国 非常非常失望 怎么说 只有三句话 声明是什么 声明三句话而已 3 sentences 第一句话 The Philippines is concerned 很关心 我们菲律宾有一种政策 那是第二句 那第三句 菲律宾是呼吁大家克制对话 就这样而已 没有钳子 这么简单 对 也没有钳子中国 那台湾一定会很失望 菲律宾民进国家 也是跟中国有主权争议 对不对 但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钳子中国 而且这个东协至少 他发的言比他还要 东协有另外一个声明 但是 那个操演区都已经进入到 菲律宾的就是防空识别区 而他发的是这三句话 菲律宾怎么看东协这一次在 看到了这个菌演之后 因为我们看到他是呼吁大国之间 有最大限注的克制 不要采取挑衅的行为 可是 但是他们也有提到我们 都有异酬Johnson 对不对 是啊 怎么看他们的角色 就是全亚洲只有日本 站在美国跟台湾这一边 连澳大利亚 那个Abonus Abonus被问到 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那是 美国跟中国的事 对这我们等一下也会 好好的聊一下 可以回答 难道台湾有事 澳洲有事吗 相对来说是 他就不愿意回答 跟Morrison完全相反 没错 他不愿意介入 Morrison还说他要 协助台湾进入第一岛链 但东协呢 你觉得 东协那个叫做台面化 他当然希望区域稳定 那不想在中美之间占边 所以我觉得他本来就是 都是这样回答 维持一贯的立场 对 不你应该是 好奇是 韩国菲律宾跟澳洲 为什么会这么保守 原因 这个都是美国的蒙方 你觉得呢 为什么会 显然他们对佩洛西 无端来访 造成的这个事件 他们不以为 所以隐其乐就去度假 当然啊 当然是因为这样啊 你要这样讲的话 印度 那个 印度 立陶宛 这个你想想看 我花了多少时间去结交这个 原来俄乌战争打的时候 谁要反对乌克兰的 好像都最大恶极 乌克兰用讲什么话 这两天其实两岸都绷紧了神经啊 那么针对这几天台海周边大规模的军演 纽约时报分析 台海不太可能会立即爆发冲突 但这场72小时的演习 仍然让整个区域绷紧神经 生怕在过程当中会擦枪走火 万一怎么办呢 这个出差错的话 立刻这个局势就会升温 美国史丹佛大学一位这个国际研究所的 研究员就分析说 解放军也曾经试着透过这一次这个军演 要来检验一下两栖攻击台湾 必不可少的复杂作战能力 那这次佩洛西来台呢 大陆内部也在炸锅 特别是很多人在网路上面 很多人都来看北京接下来会怎么出手 一招一招是怎么样来出招 这场在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二十大之前 会不会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除了表达对于这个美台外交上的行为做反击之外 另外是不是也向党内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 郭委员您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是因为胡锡进嘛 胡锡进这个微博的粉丝有2500万 那他几乎是到处放火了 包括在推特 推特还被禁言 然后禁言又转贴到微博 那不断的在微博升温嘛 说要扮飞了 不排除把他打下来了 狠话很多 引起了非常多的负荷 那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外交部啦 那军方 因为刘克飞 国防部发言人是7月26号发言嘛 他就说 不会做事 必然有军事军队行动 是 不过事后来看 我觉得刘克飞指的是这个演习 唐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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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指的是这个演习 倒不是伴飞啦 可是赵立坚最后 就裴洛西落地的那一天他讲的话 说大家拭目以待 那个引起了太高的期待 因为那个是在胡锡进一路炒作舆论 在那个氛围下嘛 我这个分析有比较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常常跟大陆网民有互动 你不敢来 他们每天都问我郭忠良 什么时候来完 你们是互动 但是 但是 当然有一些 当然 中国人口那么大 网民那么多 当然有比较极端的 他们以为会马上开战了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网民 他们是对他们的政府的政策方向有信心 他们是同意 我们要表达我们对佩洛西来台湾的方式 那我们就进行这个 不管是经济制裁或军事演习 我相信大部分时候是支持政府的决定 不是要立刻开战 虽然的确有其中人 但是你知道 前几天《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说 一个华人 他名字叫袁立 他写 我看到 从本来中国人没有关注佩洛西 会访问台湾这些新闻 直接到上礼拜一 8月1号才会开始关注 我非常非常不同意 连在我的账号 我在金融时报报这个新闻 就是在七月中的时候 七月十三 我有账号 就有十万多月亮三千四千多人就评论 虽然一般来说在中国大陆就不算很多人 但是在我的账号就已经算很多人 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关注这个新闻 或全部中国人都要开战 很多人都很非常失望 大家都还是要拉回理智 Rose跟我讲了没有冲突 事实上这次有人统计 说关心这件事大概有8亿人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大陆内部也希望能够降温 像这两天不是有一个300门的跑 做那一波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 我认为一开始也有想要炒民族主义的氛围 您提到民族主义 我继续请教金哥 因为其实你可以观察说 中国大陆的舆论变化 佩洛西行前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 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 坚如磐石 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立场 大陆会对台独顽固分子采取刑事惩处 终身追究缺席审判 但是人民日报7月14号 才引用了习近平强调的三点 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这三个原则 可是你可以看到最近在媒体上 确实各种煽动性的报道言论 过激的言论都冲上了微博的热文榜 尤其在民族主义刚刚提到 情绪的这种激化之下 两岸真的有很多的过激言论 那他也有分析说 民族主义就像是双面刃一样 可以用来凝聚大家的对外的情绪 但是也有可能会反过来隐藏到执政 基本上和平统一的基调 我到目前的判断是还不会变 但是软硬两手仍然会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掌权的习近平 那个促容 那个是长久 因为你不是光要取得台湾 你还要是长治久安 就跟今天讲说到底你最后要怎么胡 你是打五桶来胡 还是打九桶来胡 对不对 然后讲说这个两岸之间打麻将 你究竟是要靠哪张牌来胡 我在北京见过胡锡进 我认为胡锡进今天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真正很老实的人 我要是他 我早就是要顺便夹带做广告 你想看那个收入有多高 所以我就讲社会主义体制 但是还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资本主义运作之妙 中方现在我们看到已经祭出三取消无暂停 我要问的问题是说 当然这次台海危机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也不希望他再度升温 想办法要降温 而且会关注接下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 尤其是席拜两人 在接下来可能在GT要面对面 要实体的会面 有可能会有变数吗 你觉得 短期之内这些一些平台会对外平台是暂时 暂时stop 那我刚说的美国应该会跟台湾公开说 我们要跟台湾进行一些对话 不管是能源或甚至国防这样子 美国一定会有公开的一些行动 要不然尤其是我说拜登政府 要不然会被批评 会被共和党批评 所以没办法 一定会有一些公开的动手 表达我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但是我们只能猜短期会怎么样 但是重点是中长期 但是中长期我们没办法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是其中选举 所以要看以后国会的共和党 会不会拿多数党 不管是在中议院或参议院 这个会是一个好大的变数 我突然想问一下 你觉得美国政府 它要怎么样在一方面 让这个情势可以降温 一方面又能够守住自己的立场 对台湾这个民主 它是 真的很 真的很 真的 因为我刚刚说的 第一是选举 美国其中选举是11月区 那另外到选举那个时候 那就 拜登政府执政两年 那其实两年之后 很多人会离开政府 尤其是 或是很多 尤其在公安方面 他们会去智库 如果不去智库 他们去哪里 军火上 所以中天是很多人 会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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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离开政府 将来几个月 或明年初 這也會影響到美國對台灣 還有對中共的政策 OK 蔡老師 您覺得這次中方大動作的表達 對於佩洛西 特別訪問台灣的不滿 當然日本剛剛我們也提到 一併被提醒了 就是說不是做不到 而是我現在不做而已 岸田政府你覺得怎麼樣 能夠重新來找回現在日中的 就找到怎麼樣的一個平衡點 日中的關係 尤其今年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 是中日的建交50週年的紀念 我覺得的話這個會非常難 今年大概沒有希望 我們可能觀察一個點 9月29 沒有任何最佳時間點 很難 因為你知道聯邦正本來要跟 王毅外交部長要見面 那突然說喊咖 然後那個聯邦正外交 外務大臣他演講的時候 王毅外交部長他就出去了 離開了 對 他跟老婆不同 對日本來講 離席 這怎麼講 這面子幾乎是已經掛不住了 那已經掛不住的話 你如果說現在又太快過去的話 在日本現在輕忠這個字 等於是所謂的自殺一個感覺 你如果說太輕忠的話 你的民調制製整個就會往下掉了 所以的話9月29日這個我們可以觀察 到底這個邦交正常化 或者說國交正常化 誰會去跟誰見面 誰會出席 對 然後我們又看到了 聯邦雄他們一直被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之前的國家主席 要不要以國賓的身分去訪問日本 聯邦雄這一兩年來幾乎都不回答了 他已經不回答了 那要出現這個事情的話 你太快靠過去的話 那等於是他就不用靠 而且我們要知道 聯邦雄的派法是第四小的 最大派法是安倍 而且在這一次參議院選舉之後 安倍派的人增加了 他是上升的 你安倍這個小派法 安倍的話他那種比較反中的一個態度 那麼明顯 那太高過去的話 那你不就是 這個也是現在岸田這個內閣 他必須要去思考的一個 你要去思考你這個第四的 下一次就把你拉下來了 也是安倍派支持的 這一段時間其實特別在軍演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G7外長 有一個共同聯合聲明 不過大家也都關注到說 G7到底能夠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呢 馬上回來 這一次台海周邊的軍事演習實施之後 G7外長和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 也發布聯合聲明指出 以一場訪問為藉口 在台海實施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 並不具有正當性 北約秘書長Stoltenberg也表示說 佩洛西反台並不構成中國過度的反應 或威脅台灣或者是口吐威脅話語的理由 不過大陸外長王毅則是強硬的反擊 說這份聲明根本是廢紙一張 王毅強調 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表態支持一中 反問說公理何在 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何在 我想請教蔡老師 G7的發言對於這個最近的局勢 你覺得在這個時候特別發了這樣一個共同聲明 有幫助嗎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台海雙邊真的萬一發生軍事衝突 G7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具體作用 我們先看一下最近的話 G7的講話實在是很大聲 而且我們看到日本的話一定是在這裡面 我和據說們講這些話的話 還有佩洛西來的話 大陸方面大概會擔心一個事情 因為美國衛接第三人都已經來了 其他人是不是陸陸續續就來了 陸陸續續就來的話 我們又會看到另外一個法案 可能等一下各位觀眾會再去解釋 日本也注意到這個的 我只是要解釋一下 就是所謂的台灣政策法案這個 就是台灣是不是要把它加住 等一下我們會聊 因為它這個最近最新 這個請跟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日本也有注意到這個一個意思 那從軍力來講的話 當然中國大陸它現在很大 那很大的話 可能美國它軍力就會往下降 所以他們要找一個叫聯盟的一個概念會出來 那G7的話它可能說就派一些人過來 或是軍艦會過來 就產生一個聯盟的一個概念 這是我們比較可以看得到的一個情況 那雖然說G7對我們 我們講話會很多 那講話大致都一樣了 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一個重要性 希望兩岸是透過一個對話 和平去做一個解決 可是我們還是要從日本的 防衛白皮書的一個觀點去做 站在台灣的角度來講 我們現在變成是 美中之間的競爭一個舞台了 這是我們自己要小心的地方 有一個國家在這時候 這兩天也被大家關注 就是剛才郭委員特別提到 點名的澳洲 澳洲這次就顯得有點安靜了 這個澳洲總理Ibanez 他被記者問到說Pelosi訪台 受到中俄北韓的這些批評 澳洲是不是也應該要展現一下支持呢 他簡短的回應他說 美國跟台灣高層官員的交往程度 是他們的事 澳洲總理展現跟之前 大家知道之前Morris 是非常的站在抗中的 有這樣的一個立場 不過這次Albanese他的一個發言 那委員你怎麼看他這個 對於這一次事件 他這麼簡短的一個回應 因為澳洲現在正在討論 他的國安的相關議題 那我認為他可能會修改 那個要採購8艘核動力潛艇這個方案 因為這個有點耗大喜功 而且不現實 他可能想要發展其他的 比如說做超高音速飛彈 其他的項目 而且這個2032年才能交第一座 而且美國目前的造船廠 速度還可能會拖到 所以我覺得澳大利亞大概在考慮這個 然後用這個議題來跟北京表示說 我有稍微緩和這樣 那希望能夠解除貿易戰 我覺得目的還是這個部分 他讓北京也知道說 我不會像之前Morris這樣 這麼的強硬 我覺得很多人都在做態 比如說尹錫悅也是 尹錫悅你說那個沒有中國方面的 施壓或溝通我也不相信 說是完全他的個人 說我就不要見Pelosi 我覺得這不太可能 所以中方有施壓 一定有啦 當然三星也有施壓 可是問題是現在有很多事情都即將發生 比如說美國那個晶片聯盟 8月底要召開第一次的工作會談 你說chipwall那個 對 那台積電跟三星還有SK海力士 你必須表態 那韓國企業現在在散 因為他們兩家在中國的營收都將近30% 台積電比較低 台積電大概只有4% 所以韓國企業現在就在散 那到底會怎麼處理 那還有剛剛我們老師講到的 台灣政策法 這個政策法影響很大 那現在就傳出啦 說拜登政府 想要叫那個議員策案 叫他不要審 不是暫停 是不要審 那9月就會見真章 9月 關於這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好好聊 如果你剛剛提到台積電 今天我看到一個最新新聞 就是有媒體報導說 張宗柏在當時跟佩洛西的會面當中 與金四座 他說他不看好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場 這整個很多次了 對不對 然後剛才你也提到說 澳洲要進行他的國防戰略的探討 進一步就要進隔 就是說Albany在中美之間 你覺得在他的未來的國防政策的制定上面 他要怎麼樣在中美之間做一個拿捏 還有包括AUKUS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第一我們必須要了解 就是這個 他不是一個中與美的選擇題 而是一個深論題 他必須要符合澳洲的 國家利益的指導原則 所以國防戰略的檢討 他不是只有這兩個項目 而且他所要指向的項目 包含這個大洋洲 周邊或者整個世界的廣泛 首先要定義對於他的整個國防的威脅是什麼 所以他不是只是單純的做兩個項目 對 不是這個選邊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搞錯了 那至於呢 AUKUS AUKUS因為已經有簽了一定的協議 那這個他後面呢 就是假如要破壞這個協議 結果他不像那個就是說 跟法國潛艦的那個有商約 這個協議基本上是個異項書 那這個異項書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跳票 我是覺得你要看後續推動的就是說 你的本錢是如何 也就是說在美國的國防產能 是不是可以滿足 或者英國的國防產能 能不能滿足澳洲的需求 這是大家關切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說 光是靠政治的主觀意願說 我要或不要 而是說你客觀上 就算想要你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就算不想要 你會不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這是我們應該要去看這個事情的態度 OK 相對於澳洲另外一個國家就是俄羅斯 我們來關注就是他是主動表態 俄羅斯上議院的一位資深議員 他就表示說賈巴羅夫 他說如果中國對台灣開戰 俄羅斯將會給予支持 而且他還說沒有理由拒絕幫助中國的 他進一步表示說 隨著俄烏戰爭持續進行 希望這種對中國的幫助或是雙向的 這一句話有玄機 Ross你怎麼看 這是他說 俄羅斯願意協助中國 那他們當然會給予支持 但是希望是雙向的 怎麼解讀 俄羅斯在打烏克蘭這個戰爭 有獲得很多中國的幫忙 至少是外交方面 因為中國沒有公開牽制俄羅斯 馬尼也有繼續進行 中國繼續進口俄羅斯的能源 所以俄羅斯在台海這個議題上支持中國 No one is surprised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可以預測的 大家會好奇 就是說他說的給予的支持 你覺得是什麼支持 到時候再說吧 因為打戰的話 俄羅斯派人力或其他的幫助 來支持中國 當然是不能排除 而且我想或許蔣經老師 會有不同的意見 俄羅斯也到時候 如果做下這個決定 也不怕什麼 怕北約會進來嗎 有可能嗎 日本會因為俄羅斯來幫中國 日本就會進來打戰 跟美國打戰嗎 這也是不一定的 俄羅斯不會在意 真的 派人或其他的裝備給中國 他們不用怕什麼 就是 nothing to lose的概念 對 有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真的 那國瑜你怎麼看 我們剛才講說雙向的幫助 俄羅斯需要很多中方提供的電子零組件 比如舉例 現在民航機 俄羅斯的民航機 現在中方已經賣了 那這個已經在灰色地帶了 對 因為民航機跟軍機有時候是互相沿用的 那中方現在跟美國關係這麼差 那可能就有更多的領組件他就提供啊 本來他本來在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3月18號 拜習第三次的通話 這是第四次 那一次中方就履行了他的承諾 他不軍援俄羅斯 可是他眼看美國都沒有履行你的承諾 那我幹嘛去履行我不軍援俄羅斯的承諾 所以這裡當然有可能發生變化 還有最近有新聞說 北韓也會派兵到烏克蘭去 這個應該是中國也是同意 如果中國反對的話 北韓怎麼可能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給俄羅斯會提供中國的支持 是什麼樣的性質 我覺得我要從另外一個觀點來審視這個問題 我們因為有俄乌戰爭的時候 我們這個政府一邊倒 那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從俄羅斯莫斯克 把我們代表處撤回來 我們有沒有關掉俄羅斯的在台北的代表處 我覺得大家要好好深思 我們跟俄羅斯有一定的互動程度 而且也有很多商務的合約 而且還有文化的交流 只是政府刻意的去壓抑 然後就是說在宣傳站上說 好像今天不去挺烏克蘭 你就是最大萬極 你就最大惡極 你不是不愛台如何如何 當時是拿就是文革式的運動方式來做 這個基本上來講 俄羅斯也是大家各交各的朋友 他對於台灣而言他有他的利益 我們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那他也覺得在擔心兩岸衝突的時候 俄羅斯在台灣的利益會受到影響 所以假如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最近才跟俄國朋友談過這個事 我的答案是 請參與《反分裂國家法》第九條 只要有任何悔壞 這個中國方面會負責賠償 他看了之後他感覺心裡很放心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思想不是那麼單元的 我們在處理俄乌戰爭的時候 我們政府拿出那種非黑即白是不對的 所以像這個俄羅斯其實 他跟那個中國大陸在講說 你假如在這個時候 他也希望是雙向 其實那個雙向是暗示 他在台灣也有一定程度的利益 這一點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希望在國際社會 這種生存的環境之中 是朋友越多越好 即使有很多朋友 也有那種很困難進退兩難的地步 但我們不要說是 什麼非黑即白 一面還要完全看著誰 這完全要一面倒的去導向美國 去來設計我們的外交戰略 是錯誤的 我補充一下 這個是俄羅斯第一次表態 說桃海戰爭站在大陸那邊 他以前從來沒有講過這種話 這代表了 他以前不願意這樣邊編 他甚至不一定支持統一 他只是說你的一中 我不會去挑戰 可是他不一定會支持你的統一行動 他現在是講明了 這已經表態了 但是Putin不是去年12月說 我相信如果中國壓的話 就可以很快通 就是那個時候開始 對 就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當局 現在必須要去小心處理的 你什麼時候到北京 只有北京的人講叫台灣當局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 誰可以當密室 這可以當密室 我應該不適合做密室 等一下回來就來關注的 另外一個跟台灣相關的重要法案 台灣政策法案 馬上回來 這次佩洛西訪台 據說美國政府內部 也是出現兩極化的聲音 拜登都得面對 而且現在拜登還得面對 民調下滑的事實 根據蓋洛普民調 拜登的滿意度 現在是下探到38% 選民不只是擔心 美國的通膨問題 也有更多人的擔心是 拜登可能沒有辦法 升任下一個任期 而在民主黨內部的士氣 現在也出現了考驗 縱觀這一次 佩洛西到亞洲來訪問 包括無預警的就是安排了台灣這個行程 引發了軒然大波 但不管是打中國牌 打台灣牌 民主黨的其中選舉 能夠有多少加分 Vas 你的分析 會有一點點的加分 但是蓋洛普亞整個選情這個環境 對誰最有幫助是有特定的意願 就是在某一個選區 如果是很close 然後那個選區有很多 現任或脫裔軍人 那就可以打這個 Worked off on China的反中這一派 但是在整個選情的這個環境 我想沒有幫助 不過講到這個選舉 今天Ross要先帶我們 一一的先來了解 我們先帶大家來了解的 這個當然這個講到美國選舉 共和黨內的除了這個Trump 這個局勢文明之外 當然還知道像是Mike Pompeo 還有這個像是彭斯 但今天特別要介紹兩位 這個川普2024參戰 他黨內竟然會出現對手 而且這兩個其中有一個 我也看過這個最近的一個報導 就是這個迪尚特 就是Ron DeSantis 現任州長 聽說是非常紅 而且你現在今天要介紹兩位 其實他們都是 我覺得優勢至少有一點是年輕很多 如果跟拜登或川普做比較的話 當然是很年輕 請問我們介紹一下 都在無時以下 那Nick Healy 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 因為他是在川普剛上任的時候 當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所以他就得到很多外交方面的知識 尤其是在描繪到2017年 那個時候川普跟金正恩 還沒開始他們的love affair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聯合國常常討論到 北韓的這些飛彈事實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外交方面他有很多經驗 那更早他有當South Carolina的州長 那South Carolina在美國這個南部是 算是一個很紅色的 那所謂的紅色就是共和黨票比較多 比較保守的一個州 保守選擇比較多了 所以因為他當兩任期這個州長 他很瞭解選民 尤其是共和黨選民 所以如果他要贏得出出選的話 他很瞭解這個用作了 還有他有一個特色 他是印度裔 所以他爸媽是印度出生長大 移民到美國去了 對 那他到美國之後 那他長大之後 他就變成基督區了 這個在共和黨初選也很有幫助 所以少數族群的優勢 對 很有幫助 對 對 但是我個人一直覺得 在初選的時候 打外交派不是最好的 選民還是關心自己的肚子 對 所以現任這個州長 如果因為他今天要連任 他應該會連任成功了 那如果他進入美國共和黨初選的話 總統初選的話 在2024年那個時候 他就是現任Florida州長 他就可以講 我在Florida做到什麼東西 不管是在經濟方面 或者在文化方面 他非常犯奪胎等等 Dissantis這個 我之前看他的報導就是 他的這個民調一度 好幾次的這個調查當中 超越川普 對 尤其是在COVID這個階段期間 因為他跟一般民主黨 政治人物相反完全不同 所以他一直主張不要lock down 不要有強制要戴口罩 都是freedom這個概念了 所以因為他在這段期間有這個想法 那獲得很多保守選民 我沒有說只有在Florida 全國保守選民都已經很尊重台外 他作風很不一樣 因為他對抗這些COVID的措施了 OK 對 OK 好 這個是 但我不講 還有一句話 如果他們兩個人或今年或明年來台灣的話 那就是一定要參選總統 對 這是個重要觀察的指標 對 蓬佩奧已經來了 OK 對 現在就看誰來 明年也來得及了 明年也來得及了 對 因為今年很難 因為現在只要選舉 對不對 OK 好 那今天我們特別提到說在國會方面還有一個關注的議題 就是因為這次佩洛西訪台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的領袖麥康諾 還有26位 總共26位共和黨的議員 他們也發表聲明力挺 不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外交關係委員會 原本在3號要審查討論的 2022年的台灣政策法案 這卻臨時喊停延後審查 剛才郭文言提供一個最新消息說 有可能甚至還可能會不審 那是傳出來的 這是傳出來的 彭博報導說拜登政府正在遊說民主黨參議員要停止推動這個法案 因為這個法案多重要呢 這個法案的內容將會改變美國對台政策 那這個法案呢 這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實質修改台灣關係法 是 因為它當中我看它包括像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要經過參議院confirm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它的這個AIT的處長的人選 也必須要經過參議院通過提名 這個不是第一次人家有提到這個通過參議院的同意 所以駐台這個AIT處長 我一直反對為什麼呢 這個會浪費很多時間 如果總統可以堅持說 You're gonna be the 代表人台灣 這不是對台灣比較好嗎 對 對 那為什麼你有這個特別的待遇 那你為什麼要跟一般國家有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子 拜登提名駐印度大使 到現在還沒有通過 所以如果參議員不喜歡拜登提名駐台代表的話 那就會拖很多時間 你現在這個特別的待遇 你要好好使用 不過這個政策法案之所以敏感是因為 我們台灣也沒有支持要這樣 就是有人要搞嘛 對啊 我講說它會之所以這麼的被引發關注 甚至說它現在往後延到9月份 說要不要過這件事情 是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 它還要改名稱 對啊 還有就是說 你說指定台灣為北約以外的重要盟友 這件事情嗎 還有要改成台灣代表處 然後還提供未來四年要有65億美元的軍事資助 如果啦 如果這個法案 它 未來不管是審查 甚至是通過的話 對於台灣 最實質上會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委員 實質幫助啊 沒有四年提供65億美元 這個叫做實質幫助 那個要還的實質幫助 那個要還 借錢 對 結果我也反對 台灣這麼有錢 為什麼美國要借錢給台灣 你對國防人間的話 cash and carry please 為什麼美國要給融資 但是 委員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代表 有沒有代表說片面改變現狀 其實有一種觀點是認為 最好不要去碰台灣關係法 因為你現在是反中的力量大嘛 所以他想要修 認為這樣有利於台灣嗎 趁勢而為 那如果以後情勢逆轉 那來修台灣關係法 對台灣不一定有利 事實上台灣關係法也有 就是說某相關的條款 特別是對於美國的外交官員的 有關聘用 以及他的那個資歷的延續 其實那一段已經修過了 但是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 北約以外的重要盟友 對於美國的輸出管制的 相關的法律的政策 以及待遇是有所差別的 但是疾病是如此 是這個 對於北約以外的重要盟友 這個的身份 就是對於台灣的任何的軍售 還是要逐項審查 但是確實將我們 對我們可能獲得的武器 開放會提升 所以反對這個法案之中有講過 假如我們一直對於台灣的 這個軍售的它的檔次品質 都是抓得很緊 那假如你今天把它提升到這個 同樣的那樣強制的約制 就很難做得到 所以這也是牽涉到美國內部 在軍售審議之中 這個審查之中的一個 蠻重要的關鍵點 剛剛同樣的問題我請教靖哥 那這會有片面改變現狀的疑慮嗎 這個就是片面改變現狀 那就是嘛 不要就是啊 你現在講就是三公報 台灣關係 六項保證嘛 那你要改台灣關係嘛 那人家就會要求改別的 那這後續的影響 這個不一定對台灣有利 不一定 對啊 而且這個基本上是在顛覆 這個就是六項保證 六項保證中間有一條是說 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所以我就跟你講 就是現在美國講出來 說我們有四個東西形成 我們對於這個兩岸的政策 裡頭有很多的條文東西 是相互矛盾的 所以難怪拜登現在是 傳出消息是說他也要遊說 這個民主黨的議員 儘量是不要讓這個法案 這兩岸的關係 在這種時刻一動不如一靜 是 他要去勸那個梅蘭德茲 就沒有想到這一次佩洛西來 就是改變了很多的事情 那蔡老師 這一次我們看到佩洛西 他最後一戰是到了日本 當然這次也應邀旁聽日本國會 發表對於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追悼詞 現任的首相岸田文雄呢 他是在安倍執政時期 再任最久的外務大臣 長達四年七個月 那也是戰後內閣當中 再任最久的外務大臣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他協助促成這個韓日未安復協議 還有呢2016年 就歐巴馬在廣島訪問之行 那另外呢在G7 就是G7這個廣島外長會議呢 他一直在長期推動的一件事情 就是核財軍跟核不擴散的倡議 這次他也看到8月1號 到了這個聯合國開這個 不擴散核武器的條約的審議大會 那但是我想請教一下說 他一直想要推動的就是 核不擴散這件事情上面 那希望說讓日本成為永和國家 跟非核國家之間的橋樑 這個目標你覺得他達成得了嗎 我個人認為非常的難 但是我們要看得下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8月6日 8月6日剛好是廣島被核子彈 轟炸的一個日子 我們引用美國Fox News的一個radio 因為有時候我會聽一下 Fox News的radio 他們會去解釋說 為什麼美國要對日本丟下核子彈 那Fox News他說 因為你不丟這個的話 他們日本是不會投降 所以8月6號 8月9號 丟之後8月5號他就投降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看到 日本政府他的一個官方 一直會講的一個用詞 包括案情雄雄 他們日本是唯一戰爭被爆裹 因為他也加一個字 也叫戰爭 有些地方還有一個試色 那他希望他們也會被批評說 為什麼你們日本不簽署 所謂的核武廢止條約 因為永和國家的話他不簽 他不簽的話他旁邊有三個國家 俄羅斯 北韓 中國 這個三個國家都沒有簽的話 你要日本簽 那不可能 而且美國也沒有簽 他需要一個核保護傘 所以說廢核武的話 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目標 那既然是一個長期目標的話 他只能夠用一個 唯一戰爭被爆裹這個角色去推動 有幾個朋友 他們選擇下中國在這一個 我們那一段落後